哈囉大家好我是郭展 社會一名理髮師常常會遇到媽媽帶著小朋友來剪髮的事情 那小孩非常的怕生 尤其是八歲以下的小孩 對新的環境容易感到陌生 那還要讓一個不認識的叔叔拿剪刀碰他們的頭髮 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所以說要讓小孩子在理髮廳待那麼長一段時間 是有難度的 今天我們就是要教會媽媽們 如何在家就可以輕鬆幫小孩剪出一個乾淨又帥氣的髮型 我怕如果真的找個小朋友來的話 可能看到我還沒剪就已經先哭了 所以今天邀請了這段母子 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我就只出一張嘴 媽媽就可以輕鬆的幫小孩子剪一個乾淨又清爽的髮型 是不是很厲害啊 那我們事不宜遲開始吧 因為小孩子比較容易流汗 你比較愛玩 最怕的話就是他頭髮長度太長 然後厚度太厚 那我們是以乾淨清爽的髮型為主 那今天我們兩邊的話會把它撸短 上面頭髮的髮型的話 我們是以不要遮到他的眼睛為主 那今天我們是使用這款 Panasonic ERGC52髮型造型器 來進行今天的教學 好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可以先用我們的水槍 這樣小孩的頭髮噴濕 點一下操作更為精準 稍微去梳枕一下 可以拿我們的梳枕 然後檢查是否整個都有噴均勻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夾子 把小朋友的頭髮夾起來囉 好 好 從外邊 對 有平整就可以 那我們今天使用這款 Panasonic ERGC52髮型造型器 一開始我們先把我們的長度調到6mm 好 來 然後呢 由下往上 順著頭型往上推 就可以囉 對 對 然後記得到上面的時候 手要有一個像C字的動作 好 對 那我們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長度 進行調整 但是要記得最短不要超過3mm喔 我對長度沒什麼概念 理完第一次6mm後 該怎麼調整 比較不容易失敗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 ERGC52 它有19段是可調功能 每段間距是0.5mm 那你一開始可以先用6mm 然後再到5.5mm 這樣去試 也比較不容易失路喔 好 那我再試看看 你只是換個工具 像梳頭髮一樣 從下慢慢的往上推 嗯 那等到我們不需要推的位置的時候 再外勾收尾 這樣就可以了 確實很順手 尤其小朋友的髮指比較軟 我在理的時候呢 都沒有出到力 比我輸自己的頭髮還輕鬆耶 嗯 不過就我以前的經驗來看 孩子在處理一些死角的時候 很擔心他們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尤其他們又會動來動去 該怎麼讓他們不會容易受傷呢 像是刀片貼近耳朵 但卻難以完全平貼的地方 對嗎 那這點的話 倒是不用擔心 因為這款 ERGC52 有45度精密刀片的設計 可以完全剃除任何死角 而且一次到位喔 這樣就不用怕 傷害到小朋友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真的很快速俐落耶 我好像還來不及害怕就結束了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啊 嗯 媽媽我看妳是被耽誤的髮型師吧 沒有啦都是她啦 但是很多媽媽也有跟我說 很難在家裡幫小孩子理髮 因為家裡沒有一個空間 這倒也是真的 不過我覺得清理掉下來的頭髮也是一大問題 是 但是這個問題在她身上是完全沒有的 她也有空間的 防水的功能 嗯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在浴室裡面 直接幫小孩子做一個理髮動作 也不用擔心頭髮會亂飛 而且她拳擊是不需要拆卸的喔 你可以直接用水清洗 非常方便 那我們兩側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看上面的頭髮 可以用水 用小朋友的頭髮噴濕 然後先把夾子拿起來 好 然後再用素質把它塑順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ERG-C52 有附一個自然的配件 它是可以取代打包件的 那如果覺得上面頭髮太厚重的話 我們用這支就可以囉 我們家小孩頭髮倒還好 不過我們家爸爸頭髮特別多 真的很需要耶 那這樣子她不只頭髮 甚至連她鬍子的造型 都可以一起完成了 然後這樣回去 我就可以幫爸爸剪頭髮 還可以理鬍子 真是太好了 哇賽媽媽妳真的很厲害 我是不是開心跟你不是同行的 我覺得這支髮型器真的很好用 剪起來特別滑順 用起來特別順手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的教學 就算大成功囉 各位媽媽們 你們都學會了嗎 掰掰 拜拜 Panasonic 我們買賀 我們來感激 我們來到一項圓 我們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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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激